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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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去考试的时候我也要帮她做笔记 整理一下 然后提醒她 时刻提醒她 快考试了 你赶紧准备吧 你这学校肯定特别扎实 你知道吗 还要复习 你看 然后我还得自己一边关注我自己的一边 还得提醒她 然后就感觉很累 还为她做什么 除了这些 她衣服她也不知道洗 你说我们学生自己在宿舍里边洗洗就行了吧 她可能就觉得她有女朋友啊 她凭上衣服都交给我洗 然后她的鞋 她的鞋子虽然她不让我洗 她送到洗衣地儿里边洗 但是她很长时间她就想不起来去拿 她想起来她穿了 然后她跟我说一声 她说你帮我去洗几个鞋吧 每次去取都有四五双鞋 我都得提前提这四五双鞋 提前半个小时到她宿舍楼下 然后就给送给她 我就感觉普通的情侣吧 都是男生应该照顾女生了吧 就反而到我这儿我发现我还得处处包容她了 那你的时间都用去干嘛了呢 我的时间 我首先我有自己的事儿 而且我可能更多还去参加一些社团 就像她刚才说的 给我带早饭什么的 我其实我自己 我首先我觉得比较懒 然后我没什么太吃早饭这个习惯 但她当时跟我说 哎呀 吃早饭很健康 然后我也知道嘛 那所以说那我就吃了 而且跟洗鞋什么一样 都是她先告诉我 哎 我帮你弄吧 要不要我帮你弄 然后时间久了以后 我也拦起来了 对对对 还怪她了 那我做的都是多余了呗 你看我就照顾她 人家觉得就是我还多管闲事了呢 是 她参加很多社团啊 对呀 她刚上大一的时候抱社团 我就告诉她让她少抱一点 结果她就没有听我的话 她抱了四个社团和一个学生会 关键是她抱着社团 她自己不去安排那时间对接了 人家很多社团的人都直接就找我 知道我是她女朋友嘛 就直接找我跟她对接 你说连社团的事都要我帮忙 这就是助理干的活了 对呀 所以我现在感觉 特别不开心 这完全不像是女朋友嘛 因为我在新生圈里 我跟很多学长学姐都认识了 然后他们都邀请我 那我肯定要去了 我有不好一个多人面子 就是说不仅吸引了这一个学姐 还吸引了其他的学姐 关键是我发现了 那么多社团不是 她就对街舞社特别上心 为啥 我觉得肯定是那里边 异性多你知道吗 她自己就是连学习上市 她就照顾不好的话 她倒是有时间天然去街舞社里边 跟人家出去聚餐呀 就唱歌啊 她都不能把这些时间来陪我 她天然去那里边 哎呀 其实我已经跟她说过很多次了 就我去街舞社 就单纯的个人爱好而已 跟大家吃着饭多正常点事 就她太小题大做了她就 你说她喜欢街舞我能理解对吧 但是我听说呢街舞社里边有一个喜欢她的女生 然后她给人家做起来哥们 我觉得她俩肯定之间有关系 大家都知道她是我女朋友 我跟她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而已 哦 就我到这种地步 她自己光小题大做 她绝对有关系 因为就西西嘛 啊 西西姐不是应该男朋友送女朋友礼物吗 嗯 然后她是送我了 结果那天我看见 喜欢她女孩的朋友圈 也发现了一件礼物 发现她和我的一模一样 还备注 就是她送的 你说能这样吗 那就是一顿香水而已 就你说我一男子 我没事我喷香水要买 就是西西结了 然后我看她那个 就那个女的发朋友圈 说自己哎呀 没有收到起礼物 那我想干脆正好我也不用 我就送给你了 我觉得就礼物嘛 就份心意而已 不是你送她一瓶香水 哎对 我送她那一个是一对的 其实就是她一个我一个 但我哪有没用 我就想让她送给别人好了 哎呀你这还可以哈 这我觉得就是份情意而已 无所谓的 我觉得完全是借口 那你这个学习压力不大吗 压力大 那你还不赶紧学习去 你伺候她干嘛天天 她学习还压力大 她一学压力大 她就不会管她弟弟了 我压力怎么不大了 那我不是告诉你 我开学之后 我还想想俯修法学了嘛 我都告诉你 我没有时间陪你了 结果她天天因为这个事 给我吵架 我觉得她俯修那个专业 跟她自己本专业的差特别多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没用啊 再说本来我时间也少 她时间也少 这时间一交集那更少了 那我觉得你干脆别学了 刚才你说了个弟弟是指谁啊 哎呀她有一个大一的新生弟弟 不是新生弟弟是亲弟弟还是 她亲弟弟 我亲弟弟咋啦 你亲弟咋 你自己说你亲弟弟咋 我亲弟弟他在我们学校上学嘛 然后他就多陪啊 我们吃了几次饭 出去玩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你说如果是一个大一新生 对吧 那我作为她学长 她是她学姐 或者说她是她亲姐姐 我们 或者人家就是 是不是亲姐姐 就是亲姐姐 亲姐姐啊 就是这种亲情关系在 多照顾不照顾 肯定都OK嘛 但是你总得有个头啊 她对她弟弟那个关心 简直就无为不至了 我们俩好不容易 周周周出去约会啊 她弟就跟跟屁虫一样 而且我感觉啊 就我们这间关系 到后来越来越坏 就是她弟弟的事 她就是会每次出去玩 都把我开心啊 错误都怪在我和我弟弟身上 不是 你们每次出去都带弟弟吗 是我弟弟刚来到这儿 他不熟悉环境吗 然后他那时候 小时候在家也挺依赖我嘞 就每次出去吃饭啊 现在他熟悉一下环境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都不是他带他弟弟 就是他弟弟故意跟着去 就故意捣乱去 看来你跟他弟弟关系不太好是吧 我觉得他就没有想 跟我弟弟搞好关系 他就太惯上了 我哪惯他 我弟弟比你小吧 也比我小吧 那人家是刚来这儿 人生地不熟了 就我这一个亲姐 他弟弟饿 他竟然还要他姐姐喂他吃饭 他太夸张了 我只是给我弟 加了点菜而已 他就给我喂他吃饭 那你说我弟弟 我要喂我弟弟吃饭 我弟弟怎么上大学的 你弟弟简直就是巨婴 他都成年了 我觉得喝个水 自己渴自己弄出来 是是是 都成年了嘛 自己衣服也要别人洗嘛 我这个 我们是男女朋友嘛 就是你也不看你自己 还说我弟弟 所以跟弟弟的关系 我猜一定不好对吧 对 但是你如果说 就仅仅是因为这个 就多跟着我们玩玩 什么样 我也没那么小心眼 他更多什么 他弟弟他威胁我 他弟弟威胁你 他威胁他打我他要 他只是说说而已 他哪打过你了 我之前我和他吵架 我这逗逗嘴嘛 对吧 我自己我就不爱说话 我就憋两天 等他气一消了 我再给他稍微道个歉 我俩就好了 自从他弟弟出现以后呢 我只要跟他稍微就是 斗讲句嘴 他弟弟立马就给我发行信 或者给我打电话 干嘛 立刻跟我姐道歉 不让我打死你 他那么说 我弟他只是向着我一点 他只是说说而已 没打过吧 没真打过 但是他懂威胁我 那还是你也知道 没真打过 我觉得人身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 行行行 弟弟不错 向着姐姐是吧 对啊 我觉得这很能理解嘛 没有真打过对不对 去没真好 开个玩笑 说那意思就要对我姐好 还是爱姐姐的对吧 对啊 但是你说如果这个 那以上说的这三个 是不是还都主要是在维护他 但到后来 我觉得他就是拆台 是因为哪次 他弟弟现在已经发展到 什么地步 他监视我 啥叫监视你 我之前去那个街舞社 然后我就跟大家玩 关系挺好的嘛 结果他弟弟回来也抱起来 我还以为他想跟我 是吧 多交流交流 谁知道呢 他弟弟一点也不练 他就搁旁边坐着 我跟旁边一个人说点话 他就拿起手机给那拍照 我跟女的说你拍也行 我跟男的说他还拍 我觉得你完全是想多了吧 那你喜欢街舞社 我弟也喜欢街舞社 你能参加 为什么我弟就不能参加呢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你弟弟就是坚持我 我觉得你就是想多了 我想多了 我觉得就是你太 他为什么非得去街舞社啊 肯定是因为他有听见 你和之前那个女生 肯定是有暧昧关系的 我们两个是青蛮的 有残忍 就是所有人都能作证 就是你自己作心 行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听明白就是 弟弟可能没有看上你这对象 对 我这么理解对吧 可能弟弟到街舞社里面 想抓个小辫子 向姐姐汇报一下 想把你们拆了 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我弟弟 应该没有这种感觉吧 行行行行 听懂了 还有啥让你心累的 我觉得他现在 他这个人他就有问题 就每次我俩吵架 就感觉他不会 就会为别人考虑 过很自我 你知道吧 每次我俩吵架 他只会沉默 就给我冷战 也不说话 每次都是我低头 我主动低头 我找他说话了 人家才给我和好嘞 哎呀我不是说 不找他去 我觉得你都生着气呢 我在拱火去 别两天大家都消两天气 再一弄 就很轻松的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他不找我 我就感觉他明显 就是想分手吧 那我也不找他 他也不找我 那这样的话 那自然就淡了呗 那自然就想分手了 他平常这个摊 控制云还特别强 夏天你小姑娘 都喜欢穿短裙 穿短裤啥嘞 他就不让 他就非让我穿长裤 我就是为了你安全靠 就是你是 男朋友是管制你穿衣服的 朋友圈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半夜 发个条朋友圈吧 我只是在抖音上 看了一个文案什么的 那个文案特别喜欢 我发一下 然后他看见了 他就会说我指桑骂回 就针对他嘞 他也要让我删掉 我就是象征性的问一下 我又没说让他 就特别说你不杀 我就跟你分手 我也没那么说过 就只是问一问 这个至少还说明 男生好像还有点在乎 对吧 你发的他会积极跟你互动 他会关注你的很多细节的东西 这还好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能理解 但是我吧 就是非常遗憾一件事 就是我有一个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 去北京的实习机会 嗯 然后他就因为不想异地呀 非要不让我去 我只要去到区就要过分手 然后我最后也没去成 首先呀 我就觉得他那信息就假的 哪个北京的公司 会找一个大三的学生先去实习呢 我就觉得那是真的呀 你要是觉得那是假的话 你可以陪我去看看 他也不去 哎呀 我是课那么多 你确实没去吗 确实没有去 那课那么多 那没空去嘛 你就在本地找实习就好了 你这管的有点宽吧小子 这个 再说实际点 其实他都在我旁边这么久 他突然一走我也不习惯 他就是喜欢有人照顾他 我走了没人照顾他了 我觉得他就不像要女朋友 像要个保姆 之前我不让他陪我去看一下实习地方 他不去 那我后来就说 我过年那段时间 就是压力挺大的 然后我想让他陪我去旅游 他也不去 那正好放假了 多好的机会 我说咱俩出去一下 他就不去 你找旅游 你让我国庆陪你旅游去 让我端午陪你旅游去 都可以 他非得让我大过年的陪他旅游去 我们家家庭观念就比较重 我肯定搁家里过年了 那他这样说吧 那我也能理解 咱俩谈了一年多了 那我说我陪你回家过年 一块儿见见家长吧 我爸妈都知道他 你都想见家长了 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 我说我去你家吧 结果他也不同意 他说他家人都不知道我 我觉得太早了 这又没到结婚领证的时候 是吧 你这么早见家长干嘛 又一堆事 那我社友 人家都已经见过家长了 你社友是你社友 咱们是咱们 不跟他们搅一块去 那我就最后也没去成嘛 那你见过他家长吗 没见过 只是知道是吧 对 但是因为我想让他陪我旅游 他不去嘛 那我就想见他来 让他陪陪我嘛 那段时间压力也挺大 那我就说 我去你那边旁边住 我不见家长 只是在你旁边住的 结果他后来 我在那住的挺好的 他把他姨妈带过来了 带到我住的地方了 你不见他家长 住到他家附近了 对 不是你为什么住他家附近呢 因为我这好跟他见面呀 你确实还真是离不开他了 你看 就那段时间压力挺大的 也没有人陪嘛 那我就想让我对象陪我了 行行行 听懂了 然后姨妈来了之后呢 姨妈来了 她就没有提前跟我说一声 结果她姨妈到这来了 就对我一对平头论足 说我这个说我那个 还说她是家里边的 特别宝贝的 有点酒带单传 让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酒带单传 她姨妈就这么说我 她就是 我感觉她姨妈 根本就不是来看我了 她就来给我个下马尾了 就我们家庭观念比较重 而且就我姨妈 或者我们家里人 确实都对我关爱就多一点 我姨妈就说 我天天跑出去干嘛去 哎呀就反正住得也近 我觉得那正好你不想看我 那我家里人不让你看我 让我姨妈看看怎么OK吧 我姨妈就过去了 那谁知道 那老人随便说 那你还能当面说老人呀 对吧 而且我私底下我也跟她说了 我姨妈说的话 你也不用上镜嘛 那你姨妈对她印象怎么样 就不好 哎呀就反正老人 有自己一套看法 她也管不了 那她姨妈那说我 她一点也没有像我说 她就像个木头一样 站在旁边 我感觉她根本就不喜欢我 那我总不能好 要当你面我就说 都是想当小公主的 被宠着 被疼着 被迁就着 你为什么这么做很显然 因为你离不开这个男生 你愿意自己做内心不愿意的事情 一个男生竟然会在有女朋友的状态下去相亲 如果其他女孩子听到这一点 还会像你这样站在这里吗 她说是父母让她去的 如果有爱 棒打鸳鸳 永远无效 只要自己坚定坚守 她为什么去相亲 她就去看看嘛 有没有比你更好的 今天可以去看 明天依然可以去看 天下没有女人不吃醋的 七夕节送你的香水 那个女闺蜜同样有一份 哪个女生不是暴跳如雷的 您竟然欣然接受 因为你离不开她 您是不是有点犯傻 人家真的把您当女朋友 会这样吗 您还有人格吗 还有真言吗 刚才您说 我们要对等 她和您之间的恋爱 她会跟您对等吗 可能吗 另外 我真的感觉这个女生 蛮可怜的 她真的蛮累的 你们三个人都在一个大学 您不但要当男朋友的妈 也要做弟弟的第二个妈 但是这是心甘情愿 你弟弟呵护你去监视她 男人最懂男人啊 他看出来了 他对我姐姐的爱有多少 是什么态度 他对其他的女生是什么态度 他是在提醒你 你是有女朋友的 那个女朋友是我姐姐 所以说男生内心真的没有这么爱 就在六十秒说出来 该走就走 你不能把他以后搞得崩溃了 现在手手还来得及 明白吗 你想让你的男朋友去重视你 去呵护你 你无外乎就想让他 在你们的恋爱当中给你点尊重 给你点重视 对吧 但是一个自我轻慢的人 怎么能在恋爱中被重视呢 你把自己做得很轻很轻了 你主动跑到对方门前 要去见对方的家长 人家姨妈出来 对你一通品头论足 还是你送上门去的 他还没心疼过你 他还没照顾过你 您就天天把早餐送到宿舍楼门口 您就天天上课陪着图书馆站坐 您觉得您是重视自己啊 还是轻视自己啊 你自己把自己做轻了 你却要跟对方要尊重 怎么可能呢 我努力再把我的话变柔和啊 你面对的这个男朋友 是一个消耗你的人 他没有滋养你 你天天滋养他 倒是真的 他对你的消耗 第一点 你俯修什么法学啊 现在时间那么紧 你还俯修法学 他都不再说 嗨 你别给我送早饭了 你不就有时间俯修法学了吗 你别给我洗衣服了 你不就有时间俯修法学了吗 他说你时间紧 里头可包括给他送早餐 给他洗衣服的时间 你不能俯修法学 然后你真要是去北京那个公司实习了 耽误他个把月的早餐 谁给他送啊 他不许你去那个实习啊 他实际上一直 他不是在滋养你啊 他是在耽误你的自我发展啊 他为什么就敢这样呢 您都不把自己当回事 你凭什么让他把你当回事啊 我就不明白 孩子你给你爸爸去取过鞋吗 你给你爸爸天天端过早饭吗 你怎么就那么卑微呢 还有啊 七夕那两瓶香水 你真看不明白啊 你乐意就没辙了 所以人家站你对面 稳操胜券 我还得再想想 我们家对他的评价 他不好真的不好 你信吗 你弟弟看的比你清楚 行了我就说这么多了 一会儿出不出这门 都是您的权利啊 反正您乐意 不知道为什么 就现在很多的男生啊 就很莫名其妙的被人给宠坏了 宠到什么程度呢 就他们到任何一个环境 首先 你以为他在找爱人 他不是在找爱人 他是在找照顾自己的人 进任何一个环境 第一件事情就是 哎 有没有保姆呀 有没有老妈子呀 啪 你就跳出来了 就把你给领走了 你看他整个说的是人话 家人不同意啊 我要去相亲啊 你这个不行 那个也不行 但是你还是得照顾我 你不要去北京 你也不要修什么法学 但你还是得照顾我 你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但是你得照顾我 我现在怀疑你家 是不是有个船 之后照顾弟弟 耳边总会有赞美 对对对 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我可能确实还是太幼稚了 我可能对于 第二集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听听预测吧 很欣喜 女生在此刻 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恋情 和自己的男友 双不出 不会出来了的 我希望女生真的 千万千万不要出来 双不出嘛 我其实特别希望男生通过 今天的节目能成长 来吧 我们来看结局 请开门 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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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你知道吗 我想要的结局是 女生离开了 男生回来 大声地把对不起说出来 我觉得我能释怀 这样我老觉得欠点什么 好了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开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开心 可慢慢的 我觉得她越来越不爷们 做什么都扭扭捏捏的 我看着就特别生气 她总是数落我 我还受不过她 我也很无奈 我感觉她对我太苛刻 总是逼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 我跟她吵架 她永远都是回避 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吵 她没什么主见 还总不听我的 让我很难过 我感觉她太没有女人味了 活得跟男的一样 她这样真是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希望她可以为我变得温柔一点 有请地队情侣有请 小张21岁来自河北学生 小陈22岁来自辽宁学生 有请 体育生吗 不是体育生 学啥的这么高 我学工程造价的 工程造价你呢 我是学旅游管理的 你是她学弟是吧 是的 当时工地都认不出来 我是个女生 给你买也不穿 后来有一次我去找她 看见她搁那儿蹲着 跟工人一起吃饭呢 我就觉得 平时她在我这儿都是小公主的 到了那儿就跟包公头一样了 然后她就要给我送饭去 我说没这个必要吧 你说她平时长得那么高 这么帅 每天给我做饭 还要给我送饭去 我说舍不得别来了 舍不得我 姑娘是舍不得 这也没问题啊 疼你啊 这好像不需要改是吧 那还有别的 她总说我是母老虎 完了她那些朋友 也钓我母老虎 我受不了了 尤其是她有一个狐朋狗友 没事就找她借钱 借完钱也不管 我着急了 她那朋友特别爱去酒吧玩 有一天我拎着她 我就去酒吧门口 不是 你怎么是她 她 有一个朋友 我就前面我听明白了 对 你说有一天你怎么着 她就去了酒吧门 我拎着她我就去了 她长得瘦 我说走 带你去找要钱去 对 然后去之前说得好好的 说找她要 就按我说得来吧 结果去了以后又不说了 我说你去一下 你就按我那么说 就她还不好意思 最后还是我把那个钱 要回来的 你咋说的呀 我说你把钱还给我 男朋友 这么长时间也不还 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你们俩关系好 就不还啊 那我俩都多些年关系了 她啥人我还不到啊 我跟她要钱 她直接给我了 那你当着那么多人面 你跟她要钱 她多没面子 到时候她咋想我呀 那她第二天 不就把钱还给她了吗 要不是我要的 那钱省不省吃个头 到头来 还是我的不是了 她那朋友也特别过分 第二天把钱还给她了 然后又让她转交给我一个 那个老虎的玩偶 就变相说我是母老虎嘛 你朋友还挺幽默啊 你转交了 我肯定给她了 给她之后 后来嘛 学车是 谁学车 我 我俩一起 还有她的朋友 一块去学车 还有那要钱的朋友 另外的朋友了 另外的朋友 一起学车 然后呢 然后我开的也不怎么好吧 那教练总说我 总骂我 我突然特委屈 我又说不过那个教练 我跟他说你去 你去帮我说两句 给我报仇去 然后他又不敢说 他觉得不好意思 他都说不过人 让我上 我更说不过了 再说教练说你两句咋的 那他不为了你好啊 那他还当着朋友面 摇我两口 真的我挺没有面子的 摇你哪儿 摇我胳膊 就直接摇 那我生气 我当然可委屈了 是是是 你没在乎我 那我后来不也哄你了吗 这没啥 人家没干嘛呀我觉得 那我感觉我委屈 他也不跟我说 你还有啥委屈的呀 还有啥 就是 他说我没女人味儿 平时我也不怎么爱打扮吧 他不是平时兼职模特离这种吗 说也带我去 我长得挺高的 睡了以后他又不高兴了 为啥 想我和那些 我认识两个男的模特 长得挺帅挺高的 但是我是东北的嘛 跟我是老乡 我看见老乡我开心呢 平时我们就出去吃饭 撸串喝酒 然后他就觉得不放心我 跟我一起去了 去了以后也不开心 现在喝闷酒 还没喝一瓶了醉了 我喝多了你也不管我 我在那趴着 你也没说让我喝个热水 让我吃点东西啥的 你根本就没在乎我 最后走了你才帮我开心 那我们呢刚开始吃 刚开始喝 闹得正开心呢 东北人都耗面 那你在那儿 我又不是不管你了 那到最后 不是还把他接回家了吗 我还把他带走了 这个我还给他带走了 喝了白酒是吗 啤酒一瓶就迷糊了 这个酒量也有大小 迷糊了 最后睡着了都有 我有点头晕 就想睡觉那样的 然后他因为这事 报复我了开始 有一次我俩一起去 出去接活动挣钱 我平时手特别巧 我就爱做一些甜品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做了 各种各样的甜品带去 我想着给他吃 结果他当着我的面 给那些别的女人吃 我知道他故意气我的 这就是女模特呗 对对 我知道他故意气我 但我没生气 他看我没生气 他一直觉得我不在乎他 我不爱他 那我都那么明显了 那你还不生气 你不明白 反过来气我吗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 那那些女模特招 要微信 你也当着我面给他们了 你脾气那么大 我嫁别人微信 你就不生气呢 对啊 那我平时脾气那么大 不都你逼的呀 我俩一吵架 他就跟我冷战不说话 有一次600千纪念日 你说600千谁能记着 又不是一年也不是两年 他就跟我生闷气 也不告诉我 是谁记着了 他记着我们记着 然后他生闷气 对 然后也没告诉我 自己躲在家 就把自己锁家里了 那你说你要生气 你跟我说也行 我给他打电话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我都去他家找他去了 我就敲门 我说你开门 不理我 后来气得我 把开锁公司叫过来了 然后他在屋里喊 别给他开门 他不是业主 我别给他开 那600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没记住 我都能记住 像女生 女生就不应该细心点嘛 那为什么你记不住呢 然后他自己 还有一次我俩在家看电影 看那种惊悚的电影 他说不敢看 他恨不得躲我怀里 他说我害怕我不敢看 然后我说了几句 我说这有什么可怕 你长这么高 一米九的个子 你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这么数了他几句 给他说哭了 说哭了 说哭了以后 离家出走了就 就离家出走 对 离家出走 他自己找了个饭店 去吃饭去了 吃饭 吃到最后 要结账的时候 发现自己手机丢了 又找别人 接着电话给我打电话 我最后 然后就去接他了 那他根本就知道 我不敢看那种电影 他反过来还要说我 就这么说我把我说走了 不是 你哭什么呀 你可以走 你哭什么呀 我说不过他 他太着急了 我一着急就容易了 他平时一说话就结巴 说不过我 然后就直接就哭了 其实我觉得看恐怖电影 害怕也无所谓 不分男女 离家出走我就有点不能接受 然后他不手机丢了吗 我去找他我的结账 就在我结账这功夫 这家伙又跑没影了 又跑回家去 又把自己锁起来了 拒绝跟我沟通 就每次吵架都不能跟我好好吵 就是把自己闷在家里 然后我再也不管他 我不想管他了 那你那么强势 咱们每次吵架 都是你在那说 根本不给我机会 我就不想跟你吵 但是冷静冷静 我再跟你说不也行吗 我父母就挺强势的 我可能遗传一点 然后他老想见我父母 我说你别去了吧 他非要去我扭不过他 所以还是带他去了 到家里我爸问他 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旅游管理 那你以后想干什么工作 他说还没想好呢 没有什么规划 我爸一听 这孩子没有一技之长啊 那靠不住啊 我在旁边一听 我就生气 他也不会反抗 我还替他说好话 我说他现在做兼职 一月也能挣个几千块钱 也能养活自己 比如说节假日也给我买礼物 也带我出去约会什么挺好的 他就在那处着不说话 那我不是跟你爸说我也要考研吗 到时候和你学一个专业 他要学我这专业 他都不知道我这专业干嘛 他这一听就骗人了 我爸那能信吗 我爸说的就是个花瓶 什么也不会 他就不反抗 你爸觉得他是花瓶啊 对 所以你今天把他带来干嘛 我们也改不了他呀 就让他怎么也得有点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见吧 那不就挺麻烦的 他要这个花瓶 我们得把花瓶砸了以后 再回炉烧啊 你舍得吗 舍不得 所以其实你还是挺喜欢他 是吧 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呀 你强一些 他弱一些 对吧 你主外他把家里给你伺候好 不是挺好吗 他特生气啊 每次吵架他都不说话 不跟你沟通 就每次就是干吵 我一个人输出 他不说话 急死人了 那我说句话你就堵我 我说错了 你更生气 你让我怎么说 我本来我这性格我就挺直爽的 我有什么说什么 他跟我大吵一架也行 我能胡说话 我来戏我 别戏 他就是太强势了 我就每次跟他沟通的话 说的说的 就感觉我说错了 那你喜不喜欢他 喜欢 你爱他吗 我爱他 不是你好好说 你到底爱还是不爱 我犹豫了 犹豫了 对 你这个他听了 你爱不爱他 当然爱他 但是他太强势了 就显得我没有那么男人味儿了 其实我觉得这也算男人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让着他 因为他太爱你 所以他让着你 他不会跟你正面的怼啊 刚你知道 那我就想我有时候委屈了 有个男人可以依靠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不不 你一靠就行了 你 你能让他靠吗 当然可以了 靠得住吗 靠得住啊 不是你 多瘦啊 就之前那回不跟我买防晒吗 我说我不穿 他说嫌我晒得黑 然后说我晒得黑之后 他说我再不穿 他就减肥了 他本来才一米九的个子 一百三十斤 再减都没了 不不 怎么靠得住啊 这胖瘦不得 心理上要强大一点 说说未来的规划 未来就是打算 自己学一个喜欢的专业 之后 啥专业 和他一样的那个 建筑专业 他是啥专业 工程造架 工程造架 是干嘛的 他当然不知道 我这不还正准备去学嘛 以后就知道了 他应该不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吧 嗯 你前男朋友也这么弱吗 没有 所以散了对不对 嗯 打散了对吧 但他比那些人都帅 啊 啊 但他比我之前那些男朋友都帅 哦 这个好色就没有办法了 对吧 对 就喜欢帅哥 行了 那我没什么好说的 来吧 你们来改造一下吧 我看你们怎么改啊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圈 女生说 她像个小女生 对吧 对 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像个小男生 对 我要这样反过来了 有人说 女生强势 男生 柔弱 她会打破 爱情的 平衡 我不这么认为 有时候 女强 男弱 她也是一个幸福的爱情组合 关键 愣不愣 你看 这个男生 因为喜欢你 不知道你 专业的内涵 他照样有勇气 我去换专业读研 对吧 因为喜欢她 哭 因为爱嘛 你对这个女生的爱 能够感受到 男人 落落一点也 无所谓 生活当中 有一句话说的太对了 一等男人怕老婆 二等男人爱老婆 三等男人骂老婆 最幸福美满的是 一等男人怕老婆 没事 但是 自己要像个男子害呀 他刚才讲 他再强势 他也想有归宿啊 也想被男人安置啊 就喜欢的那个男人给他可以 依靠的肩膀呀 你有吗 我并不是说男人不可以撒娇 他撒娇是爱你 但是 你的女朋友 他只是遗憾 你这样的性格 太楼落了 对吧 所以 你真心如果喜欢这个女人 你就改变自己 男子汉的荷尔蒙 释放出来 好吗 好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 是男人做主导 还是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 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一个家庭 是女为主 男为辅 正常吗 正常 干嘛 人一辈子里面有一个依靠就行了 你非得找俩 你看颜值的时候怎么找依靠吗 沉重量就是沉重的 你装饰墙面就是装饰的 你学这个的你不懂吗 哎 这个说的对 是吧 你学这个的 对你学这个你不懂吗 你非要那个装饰墙面 你得沉重 它沉得了吗 它咔一下就没了 所以 社会性 就雷老师刚才要跟你说的是什么 社会性评价和你真实需求 它是不同的 社会不知道你真的需要什么 我觉得你们真正的问题在于 你两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毛病 比如说像你 你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说 能不能让人依靠 而在于你根本无法承受压力 你生活在一个无压力的一个环境当中 在这种环境当中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成长 当你遇到他爸 遇到这样的姑娘的时候 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 你完全是一种 习得性无助的状态 这是你的最大的问题 所以并不是能不能依靠的问题 而是未来你能不能在一个压力的生活里面 能生存的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至于你 你的整个与人沟通的模式将来 你一定遭遇冷暴力 因为唯一对抗你的方式就是给你冷暴力 就是不跟你说话 等到任何一个男人 他但凡吵不过你 时间长了之后 他只能通过沉默来给你对抗 然后你又受不了沉默 所以未来你一定困扰于这个状态 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 性格里面最重要的 是要把这些缺陷找出来 然后在你们的关系里面 去慢慢的磨合 你们两个人没有什么不合适 无非就是性格的倒挂和倒置 所以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 好好的证实对方也证实自己 就这样 我刚刚在余老师那儿听到了一个词 我觉得还是蛮吃惊的 您说我 OK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就感觉我平时都挺强势的 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是不是录这个录的挺开心 确实确实 这是谈恋爱 恋爱到这样的一个境地 真的是很幸福的 毫无疑问双初 我觉得也是二位都会出来的 双初吧 但我觉得真没必要变成小女人 她变不了那么多年了 她们可能 你要心肠米娜老师说一些温柔的话 她说得出来吗 她说不出来 她变不了 哎 反正她俩是要双初的 来吧 请开门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请开门 请开门 开门 开门 请айте 摩毁 最后那一抱特有意思 没抱起来 还是差一点 小子 洪无有力不是男人 多包容爱的人 我觉得才是真男人 来 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还能说什么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再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